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当我们生出来之后 来到这个人间 无名就一直尾随着我们 跟着我们 让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 因为我们不明白 无名啊 所以我们痛苦啊 什么东西都不懂 我们又不愿意问别人 你看现在有多少孩子到今天 明明自己不懂的还要装懂 最后伤害自己伤害别人 你只要启动你内心的执着 你无名就升起了 你一觉得我应该 我认为 一执着 你就无名习气就升起了 你不明白 你还要去做 因为我认为是对的 你为什么不能问问别人 只要一执着 无名又会升起 所以无名升起之后 烦恼就会升起 所以叫无名烦恼 无名烦恼 生起执着 搅和在里面 然后你就不断的 无名执着 生起烦恼 轮回吧 所以怎么样 能够摆脱无名 放下执着 你出离六道 就要开悟见性 开悟见性是什么 要彻底的打破无名 你才能开悟见性 你怎么样来打破呢 好好学呀 尊师重道啊 有师父 为什么不跟师父 好好学呀 有佛法 为什么不跟佛法 好好学呀 为什么叫三宝啊 佛法生啊 这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懂得 不让无名 残扰着自己 就像一个医生一样 如果你什么科都懂 你是不是能救更多的人 你这个不懂 那个不懂 这个并没看过 那个并没看过 你怎么样救度众生啊 所以你就会被无名残扰 师父 讲佛法 很喜欢举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一个女孩子认为 找到个男朋友 对不对啊 他无名的概念 开始升起了 我认为 找到个男朋友 可以用他的钱 用男朋友的钱 是不是天经地义的 他跟我谈恋爱 我就用他的钱 你如果在你的八十天中 升起的 这种无名的概念 你这种无名不破 你记住了 这个女孩子 一辈子就会被别人欺负 因为你要用他的钱 他就欺负你 这就是无名的概念 你只有当一个女孩子开悟了 知道这种靠别人的钱 我用了 我一辈子 可能会被别人奴役 我不用他的钱 我靠自己的双手 该我的钱 我拿 不该我的钱 我不拿 你无名 这个概念 在你心中破除了 你身心干净 你不欠他 他尊重你 这样的话 你就破除了无名 你才测见 佛性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无名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业力 所以你去看哪个人 不懂什么都装懂的人 这个人是个非常无名的人 你要叫师父帮你分析一下 其实无名有很多种 简单的讲有四种 叫见货 私货 成杀货 还有无名货 我过去跟法师已经上过课了 今天时间关系 我就随便拿一个贱货 贱到的贱 离货的货 来跟大家讲 你看到一件事情了 你产生离货 贱货 其实就是当你开悟的时候 你是破了贱货 为什么 你想明白了 想通了 就算你看到的时候是迷惑 但是你想明白了 你开悟了 你就得破了你的贱货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人是个骗子 你开始不知道 因为你眼睛看见他 你觉得他非常好 他对你很好 他怎么样顺你 百般顺你 等到他一旦被你发现了 之后 你开悟了 原来他骗我 你的贱货 是不是就被破了 你见到他 对你百般的好 你不会相信他 虽然他没有 在你的面前 对你不好过 但是你破了贱货 你去除了 你见到的迷惑 这就是破除贱货 所以很多人 见到的 眼见的 不一定是真的 好 是不是再举个简单例子 你看这个人 为什么每天 有车不坐 非要奔跑 你看见他了 你有车不开 有公共车 你不坐 你为什么非要跑步啊 你看见这件事情 是不是产生了迷惑了 为什么有车子不坐 你为了奔着跑啊 当你知道 原来 他为了锻炼身体 他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好 心脏好 这时候 你明白了 你开悟了 你才破了自己 所见到的迷惑 破了迷惑 所以不着想 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因为你把自己 看到的东西 把它打破了 你就没有着想 有些人明明看到 人家告诉他 这个人为了锻炼身体 不可能啊 他有这么好的耐心啊 他为什么不能坐公共汽车啊 锻炼身体 什么时候都可以锻炼啊 为什么每天要跟着车跑啊 你还是在执着当中 所以要破掉自己的见惑 你才能妙用佛法 你看师父救人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佛友 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想法 他们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样 出生背景也不一样 师父就能够用妙法 让大家都学佛 这就是妙用佛法 所以 佛法界讲 有生就是无生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生出来了 就是无生 举个例子 结婚生孩子 子女又结婚又生孩子 子子孙孙 生了灭灭了生 就是无生 因为生了之后会没有 没有还会再生 我们的意念也是这样 今天觉得对他好 一个意念生起了 明天对他不好 一个意念又灭掉了 今天觉得这个人很坏 明天你又觉得这个人很好 生生灭灭灭灭生生 这就是有生就是无生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 佛陀在涅槃的时候 他对众生说过 佛陀说 弟子们 我没有离开你们 我就在你们当中 这就是告诉我们 人的精神 是永远不会死亡的 就是涅槃了 佛陀在我们心中 这个在佛法界就讲 无所住处涅槃 什么叫无所住处涅槃 就在你的心里 没有固定的一个地方的 你走到哪里 佛陀在佛陀的身影 就在你身上 就像法师一样 你走到哪里 法师把佛的教诲 佛法身放在心中 所以佛永远住在他的心中 所以无所住处的涅槃 明白 佛无所不在 处处都在 只是众生的内心不干净 你说佛哪一天不在啊 我问你们 你们吵架的时候 跟别人不好的时候 佛在不在 还在 这时候你们没有把佛放在心中 所以你们才会有人间的内心不静 不干净啊 如果你内心干净 佛处处在你心中 会驱除你的颠倒梦想 颠倒妄想 所以一个人不切实际的 在人间做事 做人 人家就说你 这个人是一个吹牛说谎者 妄语者 其余者 恶口者 就是这么来的 你把佛放在心中 你讲出来的话 都是如理如法 所以你肯定能见到佛 因为佛在你心中 你的内心干净 你随时能够看到 你自己内心的佛 举个简单例子 师父喜欢举例子 有一位盲人 他眼睛虽然看不到他的亲人 但是不代表他心中 没有这位亲人 一旦他的眼睛治好了 因为他的眼睛干净了 他随时可以看到自己的亲人 一个孩子生出来 天生的眼睛就看不见 但是不代表这孩子心中没有妈妈 没有父亲 他的心中很明亮 他能知道爸爸妈妈在照顾他 在关心他 他能够感受到父母亲的存在 没有看见但是有啊 一旦他哪一天眼睛治好了 他看到了 那这个爸爸妈妈不就是 常住在他心中 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 佛我们现在是没有看见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 佛在我们心中 天天在教育着我们 在帮助着我们 不代表佛不在我们身边 不在我们心中 只是我们眼睛没看见 一旦我们明心见性了 看到自己的本性了 我们见到佛了 我们因为心地干净 修心纯洁 善良 慢慢的 我们随时随地能看到 我们心中的佛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常见佛法 常听佛音 常闻佛法 做佛法的事情 听佛法的声音 内心意念 去思维佛法的道理 你这个人就是常行佛道 你就在佛的路上 每一天都在精进前进 在世界上一切法门 不管什么法门 只是一个方便 你用什么方法 能够看到你心中的佛性 你能够让自己内心的佛性显现 你随缘的心 就能成为圆容心 包容心 精进心 你随时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佛性 你才会拥有一切 佛所拥有的各种的心 那都是善心 包括人鲁心 所以放下一切忘心 你就可以证得菩提 一个人没有忘心 他就有愿力 一个人没有忘心 他才会精进 一个人能够了却自己 红尘当中的烦恼 你就拥有了佛法的菩提 所以修行人 念念修行 每一个念头 相续着 佛的慈悲 佛的光明 这个事情我能做 这个事情我不能做 每一天 我要正得菩提 每一天 每一天要在光明 道上来 前行 所以叫光明行 你念念 相续 那你就光明无限 而有的人每一天觉得很烦恼 很痛苦 我解脱不了 我很烦 我很累 真的觉得没意思 你叫念念造生死 念念造烦恼 你念念出烦恼 你永远就解脱不了 所以希望大家要放下所有的缘分 脚踏实地的去修去行 大家都知道 你学会了佛法 你要去行的 要行你的愿 叫行愿 你才能证得佛果 所以你心念不干净 你看什么都不干净 所以一个人说这个人怎么不好 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因为你的心念不干净 看出去什么都不干净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朋友到 他的一个好朋友家里去 去的这个朋友眼睛不大好 到了这个好朋友家里 他从玻璃窗看出去 他说怎么这么脏啊 你们家里院子里 挂衣服的地方脏的呢 结果这个家里的主人说 是因为这块玻璃脏 所以看出去 所有的东西都是脏的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你的心脏 你看出去 所有的人都脏的 你这个人嫌别人个个都不好 你这个人不会好到哪里去 你这个人如果心念有知觉 就是有感觉 你的心念正有感觉 你看任何事物和人 你都会觉得灵知灵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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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